张爱玲散文 打人 1944年6月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 没有缘故 只是一时兴起 挨打的是个15-16岁的 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 棉袄棉裤 腰间细带 打警察用的鞭 没看仔细 好像就是紧棍头上的绳圈 乌 抽下去 一下又一下 把孩子逼在墙根 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 仰头望着他 皱着脸 眯着眼 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 睁不开眼睛的样子 仿佛还带着点笑 事情来得太突兀了 缺乏舞台经验的人 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 我不愿意看见什么 就有本事看不见 然而这一回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 气塞胸膛 打一下 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 打完之后 警察朝这边夺了过来 我恶恶狠狠 盯住他看 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 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对于一个麻疯病患者的增步 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 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 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 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 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戴寒酸像的 并不立即动手打 只定睛看他 一手按着棍子 那人于张黄气脑之中还想讲笑话 问道 阿世卫资我要登坑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 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 一气之下 只想去做官 或是做主席夫人 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瓜子 在民初李寒丘的小说里 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室 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 女主角的手帕娇 男主角的旧情人 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 那样有系统的天真下去 到底不大好